六年前曾演出过的 古装摇滚音乐剧聊斋 那么今年的时间剧场 再次把它搬上了舞台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聊斋rock目前的精彩彩排情况 我是校官 刚刚一个画面已经震惊我了 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 聊斋里很多的妖怪都是狐仙 没有说女的说我是妖怪 今天我们的嘉宾应该有压力了 欢迎三位 马上首先欢迎的是 聊斋rock的联合导演 兼世界剧场艺术总监 郭建宏 郭导演 您好 郭导演 您好 我们欢迎的是男主角梁允锐 以及董姿燕女主角 欢迎 谢谢您好 欢迎三位 请教一下郭导 怎么样一种构思 把这个经典摇滚化 其实如果你看聊斋 当时的这样的作品 在古代中国 它其实是挺颠覆的 因为就从人的故事 但是从妖怪 狐狸精 道士等等 这些刻板人物 然后来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 讲其实是人的故事 那么摇滚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音乐的一种风格 它其实也是一种叛逆 颠覆的一种精神 所以当时我跟编剧 吴希两个人 在香港碰面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蹲在路边聊天 然后我就问他 你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做聊斋 那么我想想我说聊斋可以做摇滚吗 他说这个很好的点子 因为两个都是非常叛逆的一种精神 放在一起 虽然一个是西方的 一个是东方的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是会有摇滚的元素贯穿整个剧吗 摇滚的元素 摇滚的精神 摇滚的曲风 是把这个江湖吧 把整个聊斋的故事呢 抓在一起 是 那时隔六年重新演绎 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我想可能六年下来 我们大家对于很多生活中的一些 尤其是爱啊 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对于一些人物的诠释啊 我觉得都有更细腻 更深入的体验 那么当然六年过后 我觉得在新加坡的音乐剧演员之中 也有一批新的 非常有能力的演员成长了 所以这次呢 其实用了非常多的新演员 除了董姿燕 还有就是潘四镜 还有刘晓毅 三个演员以外 全盘都是新人 所以呢 我们就是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代 来诠释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尤其允热 还是特别从台湾起来的 相信要能够参与这部剧 要能唱能演又能跳 我们先请两位现场 说话之前先唱一段 先唱一段 对 还震撼我们一下好不好 感受一下这个 除了摇滚曲风 还有其他的一些曲风 是吧 我们今天选的是比较慢的 比较熟悉的歌 对 因为其实 虽然乐种是摇滚 可是因为摇滚它有分很多种 对 还有慢摇滚 对啊 用软式摇滚 它不是所有的歌都是那种 重金属 对 你跟我们来两句吧 对 来吧 客人先请 好 来 何去何从 退后向前都好难 这个桥梁 没有桥乱 只说却无法回转 自命不凡 与生死都没有关 今晚和三 恨之恨相逢台湾 有没有很帅 真的一开口更帅 帅气的书生 是 好 当然狐仙吗 我是狐狸鸡 狐狸鸡 狐狸鸡 不嫌 不嫌 好 我也唱一小段 好 好 好 想猜 什么 是爱 是微笑 温馨或 悲伤感慨 其中的滋味 何时明白 如果 爱 总难免 要等待 时间在南方或原家路宅 人群中他会将我认出来 是注定或意外 一定很精彩 难怪书生都爱上了 这次永锐是第一次来新加坡演这个 对 第一次来新加坡 尤其是两位也是第一次合作 感觉怎么样 感觉吗 说实话 孜燕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 其实当我刚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的语言能力不好 英文不好 所以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很紧张的是我英文不好 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然后他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 其实是讲的都是英文 然后孜燕她很好 是因为她知道我紧张 她就会开始就带我去吃饭 然后聊天 然后聊心事 我们再认识第三天 就开始聊秘密了 哪一种秘密啊 可见这个东西很容易公开 没有 没有 我会去放掉 没有 这是主动的培养一种默契 其实对演出有帮助 是 那我们讲话的方式你习惯吗 说话的方式吗 我觉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孜燕她就问我说 你觉得我们讲 在讲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们给她们答案就是说 我们觉得你们每个人 因为有不同的方言 然后会叠在一起 然后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因为方言跟方言 他们会取可能某个词句这样子 听在一起 所以动作就会很多 我们说一个人在一起会觉得很有趣 大家一起讲话会很像在演喜剧 你又觉得我们在演喜剧 之前跟他排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其实 你这个也是真正在人学问 因为之前都不认识 那其实这算是导演给我们做了个美 那来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都只是在练唱歌 那第二个礼拜我们开始真正排戏的时候 第二天就要排清热的床戏 这个音乐之 不 聊天一定要有这些 真的 可是就是我们因为是要适合男女老少 所有的家庭观神 所以那个要做得很小心 是美人 他是美人 对 我们要做得很漂亮很唯美 可是一开始大家就很笨拙地在理演 就很尴尬 这是陌生人 然后我又好像要把他吃了这样子的样子 所以觉得可能他有点吓到 当场在床上行凶的吗 我们已经通常是半夜 对啊 掏心还是化皮什么不都是这样的吗 所以我们要就很有技巧地去把这次床 刚开始一定是迷惑人一定是媚的 然后还有凶残的 是吧 真面目到时候才会露出来 而且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好好地见证一下了 没错 当然这个 请教授郭导 这个实践最近除了华语音乐剧 也比较关系儿童剧场 对对对 我们几年前开始做华语的儿童音乐剧 对对 这次您引进海外来的朋友一起合作 是不是觉得本地华语剧演员比较稀少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说 我们的英语剧场的演员选择比华语剧场多 所以有时候呢 那个人才的一些条件的组合不对的话 我们还是会走出新加坡 而且我就把允月带进来 他也带进来了他们的一些工作方式 所以给我们也是一种冲击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 这个聊战rock真的让大家非常的期待 这个音乐剧会从3月31号开始进行演出 一直到4月的17号 星期二到星期天有不同的演出时间 那么地点就是在国家图书馆三楼的戏剧中心剧院 想了解更多乡亲可以拨打63485555 或者是到实践剧场的官方网页 practice.org.sg去了解 好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来到新闻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观众朋友感谢大家收看 《诗诚有约》明天再会 再见 by bwd6